接下来我们要问的问题是 我们这个磁针在电流的磁场中会受力 那它到底是指向哪一方 现实生活里面是两个磁场 一个是地球磁场 一个是电流磁场 所以我涂上画了 地球的磁场要我指向北方 电流的磁场要我指向东方 两个合力的指向的是东北方 假如两个磁场力量一样大的话 所以它是真正的指向是这个方向 我们的考卷上的题目 几乎所有题目都是忽略地球磁场 所以电流要我指向东我就指向东 电流要我指向北我就指向北 然后我们通常都忽略了 忽略了地球的磁场作用 但实际上的现实里面是 我真正指示的方向是电流磁场 以及地球磁场两个合力的方向 所以这边地球磁场要我指向北 电流磁场要我指向东 所以我真正的指向方向是朝东北方 假如两个力量是一样大的 所以这是我真正的指向的方向 真正指向的方向 是两个的合力的方向 那假如电流的方向跟地球上方向相反 那我会怎么偏 一个要我指向北方 一个要我指向南方 那我到底是指向北还是指向南 由什么来决定 看谁大来决定 所以答案叫做 不偏或者偏180度 地球要我指向北 电流要我指向南 但是地球比较大 所以我继续指向北 叫做不偏转 那么地球要我指向北 电流要我指向南 但是电流磁场比较大 我就指向南方 我就转180度 所以如果电流磁场方向跟地球磁场方向相反 我就会转180度 或者是不偏转 就看谁的力量比较大 这个是图维胜老师做的动画 来跟各位解释 这个是比较新的 那么那个图老师 第一他故意北边南边 没有平常画的正正的 画歪歪斜斜的 第二个呢 这个是有地球磁场作用的 来我们现在电流接通 那么这个电流接通之后 你就发现他的偏转 他的偏转 还有会偏转 会朝哪一方偏转 他电流方向是流向左边的 向左边流 然后电流在上方的磁场方向 是偏他大概是东南这一边的 南方偏东这一边的 那下方的这边就是 就是所谓的朝里面 朝里面的 所以他会这样子偏 那我们会跟电流成正比 所以我把电压加大 把电压加大 他的偏转就会变大 他现在没有在动作 然后电流变大 偏转会变大 然后方向不一样 偏转方向也会不一样 这是他的新版的动画 他的旧版的动画是长成长这样 然后有所谓的入跟出 那如果我射进去 电流流进去 周围的应该是什么方向 顺时钟方向偏 顺时钟方向偏 然后你就把他拉过去 然后呢 用安培右手 那他基本上 他基本上没有完全是切线 为什么 因为他有地球磁场作用 他有地球磁场作用 他有地球磁场作用 他的力量就是这样来的 就是有核力 有一个是电流的磁场的力 一个是地球磁场力 然后会有个核力的 会有个核力的 他就是用这个动画来跟各位解释 我们的 又加上了所谓的安培定律 跟电流大小成正比 跟距离成反比 你把距离拉远 他的偏转就会变小 大家进去就会变大 如果跟距离成反比 跟电流大小成正比 然后呢 又配合了我们的 安培右手 右手安培右手定车 看到不同的方向 偏转的方向怎么样 让各位能够理解 OK